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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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啊 點進來的觀眾朋友 我就知道你們現在想什麼 你要嘛就覺得 今天這道聽你的主題怎麼樣 你有吃過覺得很好吃 要嘛就是被他美麗的外表怎麼樣 騙進來 但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你前面都沒有先冷目光 你現在貿然點進這一集 你只會待著失望的心情而離開 為什麼 我們的節目都是有 精密的策劃跟安排 前面幫你打通任督二脈 祝你絕會九陽神功 之後我們神功到底了 是不是學習我們都非常快 但是你不看 你也不去練習 所以我們今天叫這道甜點 我憑它是 以提拉米蘇問世以來 最棒的一個送給情人 甚至送給愛人 甚至送給家人 最好的甜點 有關它的來歷傳說非常多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 它這個甜點是以守護高點的大聖人命名 一起來做這一道 聖多諾黑 我們要做聖多諾黑第一步就是要製作它的基座 這個基座最廣為人知的做法就是用千層書去做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法式千層書 這邊是不是就 再見了 你就先淘汰 那我們今天剛好趁這個機會分享一下快速千層怎麼做 就跟我們蛋台一樣 我們採用的是市售這個千層皮 那我們準備了四張 我們一層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鋪兩層 市售的千層書皮怎麼樣做出 有如像拿破崙千層書的做法 就是這個做法 想不到它藏在裡面吧 想不到吧 齁 喔 離開也不然就弄回來了 喔太好了 你要稍微讓它有點退冰 有點彈性的時候 你再把它密合 因為反正它就會 退冰的時候就有點水氣 所以你稍微按壓一下它 接下來我們用叉子 因為啊這個市售的千層書皮 它的膨發程度很快 比你們兩位都快 蛤 它膨脹的速度很快 我確定 百分 500就沒有很快 喔你百分就沒有很快 要很久 怎麼了 我們昨天你要很久 如果你沒有戳洞 它會脹得很大 所以你烤出來的千層 就是會像蛋塔一樣 那麼厚 它在一開始進烤箱的時候 它就要開始壓烤盤了 然後這樣子呢 我們直接200度烤20分鐘 接下來要教的是它第二個煮成部分 也就是泡芙 而且是菠蘿泡芙 那之前如果你沒有看 菠蘿泡芙那一集 現在也可以往出口的方向移動囉 牛奶 奶油 糖 鹽 水 加熱 好我們這一鍋呢 要煮到滾 滾的時候我們關火 直接把高筋麵粉 過篩碗的下進去 然後快速的翻攪它 看不到白色粉末就可以開小火 然後我們開小火 煮到鍋底結成薄膜 就可以停手了 因為它會持續加熱嘛 所以我們要把它倒出來 這個時候呢 趕快要加入我們的蛋黃 打一下啦 降一下溫 有沒有 熱氣 對啦 你看它整盤都在裡面 好 先下一半 然後慢速就好 看不到雞蛋的這種流動的液體之後 就再下 最後了 是不是 它的拉 被拉 再來 它就掉了 拉下來的表面 好 因為我們做的是 小泡芙 這個大概0.5公分的花嘴而已 你這樣控制的泡芙呢 是2到2.5公分 這麼小 對 你可以比比看啊 拿你的出來比比看 這個就是要做個小 這個感覺是一杯小泡芙 就是這樣子小小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 好我們手指沾點水 把它稍微拉正一點 順便把它的頭 壓下去 我們在做 聖多諾黑 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你要學會菠蘿泡芙這件事情 那你說 平常泡芙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但是鹹仔味 因為 菠蘿泡芙本身那個酥皮 會帶給它酥脆的感覺 然後加上 就是 最後的焦糖 它是加成的效應 所以你少了那個 就覺得沒有靈魂 我們已經有一片 菠蘿皮已經冰好的 厚度大家控制在三明年就好 然後我們即刻來把它壓一個小圓 很多花嘴 它都是剛好2.5公分 這個 小Tips 你一定要學起來 就直接把它戴上去 然後因為我們的菠蘿皮 它很快就會軟掉 所以你這個步驟就是盡量快 如果你發現你菠蘿皮已經 軟了 它壓不出 這麼漂亮的形狀 你就是 趕快拿去冰就好了 所以菠蘿皮怎麼做就看 對就是請看菠蘿泡芙 好我們幫他蓋上菠蘿皮的帽子之後 我們先用190度烤18分鐘 再轉170烤8分鐘讓它上色 我們就會得到小巧可愛的菠蘿泡芙 我們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我們做好的泡芙就像這樣子一樣 菠蘿泡芙小巧可以很可愛 因為我們泡芙裡面也要填餡 這個鮮奶油呢 其實它很多人叫它香提鮮奶油 很多人不懂香提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有調味有加糖的鮮奶油 打發過後的 香提鮮奶油的原物料呢 我們準備的是鮮奶油 然後增添純淨乳原的 馬斯卡芙乳酪這個本身 拿來口就很愛用 那這邊還是要科普一下 原本的聖多諾黑辣的內餡呢 它是加了義式蛋白霜的卡式打線 可是它那個東西 對我們可能吃的會比較厚重 所以其實有很多它就改良成 直接用香提去取代它 然後我們把馬斯卡芙給它下下清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糖 別忘了我們的香草籽醬 大家都知道 馬斯卡芙是一個 柔弱的小男孩我們要溫柔的對它 所以全程我都只會用慢速打發它 就是這麼慢 打發鮮奶油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做一點手工藝 我們就來戳它裡面的洞 不是啊 戳它外面的洞 那我們大概要挖出超過0.3 因為我們的花嘴最小也是0.3左右 喂 什麼東西 幹嘛 它拿了一個漂亮的 沒有吃你也吃醜的 好吃耶 你看很好吃的 好像餅乾嘛 好好吃喔 好我們打到這個狀態已經整團 都已經很固體 它上面已經不會流動了 我們把最後這個畫龍點睛 拉 那麼久給它下去 然後也是用最慢速把它化開就好了 你下完這種液體啊 酒類就不要再過度攪拌它了 我們這個鮮奶油除了做泡芙的內餡 我們最後還要再擠花 所以你不要一次把它全部用完 好那成如畫面所演示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香提鮮奶油把它擠進去 左手去感邪一下它的重量 它有慢慢變重 然後 這樣 有填到就好了 但剛才大白偷吃那一顆 最漂亮的 我是 之後一定要叫它還回來 好好好 這個很大膽 我做給你啊 做 做完一顆給你 做一顆 好 擠完鮮的泡芙呢 我們就冷凍備用 我們千層啊 第一階段烤完之後啊 等它微涼 我們就要再灑上糖粉 不要太厚 因為太厚它可能也會融化不了 因為這樣子它可以讓它 有點防濕 普通千層皮是沒有什麼甜味的 就如我自己在做 其實糖都放得很少 就是靠內餡的甜 跟最後這個糖 讓它有帶微微的甜味這樣子 我們鋪上糖粉之後呢 再用200度烤8分鐘 烤到它全部的糖化掉就好了 酥皮烤完之後 我們就完成聖多諾黑的底座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那個菠蘿泡芙不是做好了嗎 也填完現在在冷凍當中 我們接下來要煮焦糖 焦糖它非常簡單 我們直接不加水 整個砂糖給它下進去 然後我們就開中火 慢慢煮 好 我們要等待糖焦糖化的時候啊 我們要準備一個 自來水開出來的冷水就好 這個溫度 因為我們到時候 要讓鍋子稍微冷卻一下 防止它繼續受熱 你的焦糖就變很苦很焦 然後另外的用處就是 讓它的焦糖稍微粘稠 比較好沾附在你的菠蘿泡芙上 稍微有點變化 就稍微晃動一下它 好 我們直接稍微 這個時候可以 順勢攪拌一下鍋底 因為它真的很快就會變得粘稠 如果你不是像Nanako這種啊 手已經起老皮了 這種老練的人 你就會用夾子或筷子 如果你要用手 你是老手 人家也要自己小心一點 不用說全部都是 只要頭有了就好了 所以你就沾 然後多的啊 這種小雞雞啊 你就可以用 你的鍋子旁邊 稍微把它弄好 然後轉一下 其實很漂亮 完全就是一個鏡面的 重點就是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就旁邊不要留太多 好 我們現在呢 所有的材料 現在才準備就緒 所以你在外面買到一個 凍著兩三百的勝度弄黑 請你懷抱感恩的心情吃下去 我們今天千層酥皮 你還是用市售的 你再趕一次自己的 千層酥皮 你到中間就會放棄 我們準備一個10公分直徑的圓圈 我們直接壓出一個圓形的 酥酥皮比較大 我們要把它裁切一下 我會把它裁成8公分的正方形 聖多弄黑為什麼這麼想附盛名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美味還有漂亮的外觀 重點是 有一個花嘴 連它的名字都是以聖多弄黑命名的 就叫做聖安娜花嘴 專門要做出聖多弄黑那個漂亮的羽毛狀的鮮奶油 所以它是中間有一個洞 然後外面還開一個三角褲 所以它造型很別緻 它擠的時候如果你這邊壓住 它就會從旁邊擠出去 它就擠出一個類似像波浪羽毛的形狀 我會稍微就是 你知道擠一點出來 然後怎麼樣 黏它 黏住之後呢我們就用聖安娜花嘴 抵住然後自然出力 往後收 依照你現場的狀況去圍一條 好 這樣是不是擠好了 然後我們中間呢 補它一點點 最後我們要讓泡芙站在 還有一顆泡芙要站在上面 不同的方向再擠四個花瓣這樣子 最後就選一顆 你覺得今天最漂亮的 好 這是方形的做法 就是這麼的費工 好 那圓形的 我們因為泡芙會排得很密 所以我們這樣就直接擱上去就好了 大概會用到五顆啦 那如果真的怎麼樣就六顆吧 好 六顆 強烈建議因為我們的焦糖是有點鏡面的 所以你不要用手摸它 它上面會是你的指紋 你會被李昌玉抓走 你看 好 從上面它會自己掉下去 然後接下來呢 各又擠小花瓣 抵住 好 然後小小的就好 往前 就是你最漂亮的那一顆 好 好了我們法式甜點呢 走到這一里路我覺得算是厲害了啦 它集合了千層酥 集合了菠蘿泡芙 甚至集合了箱體的做法 為您呈現 聖多諾黑 今天做完這個聖多諾黑呢 我必須要幫很多的甜甜甜講話 因為其實它在存放的這個溫度跟空間是很要求的 它如果過冰 它整個口感就不對 可是如果又過熱 它的鮮奶油又沒辦法像這樣子冰滑順口 感人的幸福漏掉 漏了一半 超好吃 我就沒在蓋大家 沒在蓋大家 完全融合了所有我們剛才的材料的優點 重點是 它這個焦糖就是很像一個軍師 它輔佐所有的一切 千層酥脾的爽脆 還有香體奶油的這個滑順 我覺得它都做到了 而且你咬下去焦糖那個時候 在你嘴巴釋放出來的那個碎片 哇 在你口腔全部都融合成為一體 你看夜市停點在這個節目以來 很多的教學 那今天真的把聖多諾黑做出來 我覺得已經達到一個里程碑 他還在我家裡面 對你 不管走禮之間的鬥爭 小孩想要爭奪父母的寵愛 誰能端出聖多諾黑 你就是王者 好不好 太好吃了 而且是自己親手做的這個心意更重要 拜託大家一定要記得我們Hashtag Tunanako 把你做的聖多諾黑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如果沒有Hashtag 我就不加 夜市停點店每週四週日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一般如果有人做這個停點給你吃 你真的是要感恩 要喜福 好可怕喔 這個很好吃 這個我們就獻給白嫂好不好 這個獻給你們當新聞禮物 讓我同胞就算了 幫我兩千 但就是 我不要講得太好說 我不要再賣一個 捧著 你給我捧著 這是你的胖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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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